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过十几个小时的马拉松手术 能否保住这双干活养家的手 急诊室故事 人在异乡即将为您讲述 在急诊室里 每天上演着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 而演绎这些故事的人们 来自五湖四海 安徽籍贯的王英勇 是医院抢救室门口的保安 我当保安已经是五年了 是一名来自安徽的一个普通大工产 以前我是在建筑工地里做零化工 他要上来刷牙来了 已经在急诊室里抢救了几天之夜 才抢救过来 我现在在急诊室里做保安 我感觉这个事情非常有缘分的 今天就上床睡觉 四点半起床洗脸刷牙 出时间 好了 走路 那到处到五点半 四点 好了 去开会 开会一般都是领导开的 像我们这种小别拉斯的开会 你们有领导机的领导开会 真的吗 对啊 哎呀 生命成口贵啊 生命 对于王保安来说 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守好抢救室这扇大门 上海的医院里 六院的抢救室大门是需要刷卡进入 并设有保安的 因为抢救室必须争分夺秒 判断冷静 而情绪激动的家属常常会影响抢救 但并不是每一位家属都理解这个措施 突然在抢救室门口发生了剧烈旧婚 王保安和家属争执起来 情绪激动的家属抓伤了他的脸 桥眼泽子 给他我们跑最烈的 26分 快点快点 释《 recognition》 你现在来看吗 你现在来看吗 你要干吗 他骂我女的 你信信信吗 我们提案的信息啊 我们的工作 在查看我说你现在不好见 他骂我女儿 我们要做过吗 别人心情 什么过的 什么过的 别人家属心情 我说里面的家属不要见 那他都骂我你 你女儿可这什么样 你别这么 骂人 骂人 你骂人 你女儿可这十二种骂 因为他们需要进去 我们就不知道哪里进去 实际上就是正内心的 可是你这有家属 其他还有家属 他有病人 不是你一个人要抢救的 你如果要进去的话 医生怎么抢救其他病人呢 你也进去 他也进去了 我们抢救手就没法抢救了 所以想让他们正常起来了 这个工作 这个全力是我是干的 我活的 双方代表 是不想干 我想换岗位了 那真的 成事我是不想干 我想换岗位了 我上班就是我天天上班 一天12个小时 非常累 非常受委屈 因为病人家属跟他们吵架 他们有些病人家属 跟我们在物理取闹 说话太难听 说点都激动 我们都没话说 我又有性格的 又有个性的 我也是人 你说对吧 一个事情我们只无可 才跟你吵起来 早上我叫他 我说你有事吗 有事的话 你继续看看 他不信 我说等着那儿他再信 我说现在不好信了 现在马上要擦房了 对啊 我来 他骂我现在了 没办法 哎呃我气了 气了气了我过去 你要骂我 再骂我就骂你了 你骂我吧 你骂我吧 我骂你 你要骂我就肯定骂你 吵架 吵架他破了照片 我气了我也不打手机 他手机扎好 抓我两个来了 太累了 太累了 是不想干 生命尘口贵 就是说我们要换个 换个思考的话 有人在骂你 你是要看门口 你是没良心 你没有父母呀 说他这么能电话 你能忍得住吗 他就去小伙子 想一想 哎呀 跟我吵嘛 比较好一点 我们把他们进去 他们要跟一生吵点 跟一生吵嘛 一生就没话 就其他病人了 哎呀 还是跟我吵吧 生气并没有让王宝安 离开这个岗位 因为他知道 守住这扇门 就是他的职责 在快餐店 晕倒的神秘女子 叫刘春梅 她为什么会独自晕倒 怎么了 在肯德基里面就发现 然后他说神秘 一会儿是听手一会儿 不知道 报警了是吧 警察是知道的 过来过来过来 我给他 蛮轻的 给他等下吧 拿到了 一马是六 包里面都是那种 得八斤了 这一类的药 你看看证件是没有了 刘春梅钱包里 又为什么只有台币 她是孤身在上海的台湾同胞吗 人醒了 你为什么要吃豆八斤啊 我有记得生命症 你叫什么名字啊 刘春梅 你家人了 跑出来了 几岁啊 90年 25 24 电话有吗 家里的联系电话有吗 妈妈家没人家 她爸爸 她爸爸 比如一二零送过来的 我们要第一个时间 要联与她的家人 要把她找她的手机啊 什么还有些联与黄士 就联与她的家人 第二个就是 我和她们的钱包 还有贵送物品 全部都保管起来 登记好 等她们家族来了 我们要发给人家 你是哪地方人啊 湖南的 她现在在昏迷的马路上 他们一二零送过来了 湖南的 你专门 你一个人在这边了 家人不在的是吧 联与不到 她叫家里人呀 所以你能帮帮忙 联一下吗 对 上海是第六十名医院 急诊抢救室 他有钱啊 身边 钱不多 我帮他先挂了个号 你能告诉我 打谁 哪个电话 他能接呢 我现在手机在哪里 在我手里 在我打 打我爸爸 的妈妈 对不起吗 对 她们都不接呀 她们不叫我 你又没有哥哥 有没有姐姐 有没有妹妹 杭州姑妈 那电话也打不通了 是不是打那个杭州姑妈 就是姑妈杭是吧 喂 你好 那个刘瑞美的姑妈是吧 刘瑞美现在在抢救室里抢救了呀 你们在哪里呀 在杭州 在杭州啊 那你在上海有什么亲人吗 你上海有个女儿在困难 叫什么名字呀 她手机上有吗 你的号码有吗 打了好几个电话 对方不是不接电话 就是撇停关系 说不会来 王宝安也急了 王爷李你在手里上面有他号码吗 我问你姑姑呢 你姑姑说他不知道他的号码 没有是吧 完蛋了 这个是哪里啊 这是医院 这是抢救室 你现在你还不知道在哪里 你现在你昏迷了 你知道吧 不算打通你们电话 一直打到现在打不通 联系不到你们 总算联系到了 但你都检查去 我不要都检查 要检查的呀 没钱 现在帮你把钱废了 不要你付钱 有些病人到医院来 没有钱 我们是先去救人要紧 做一些检查 全部都到位 实际上呢 我给你办这签费的人 有好几百个 是不是没有钱就不救人吗 还得抓二呀 救人那样 签救人要紧啊 你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那很快的呀 你打第一过来 就起不费 你知道哈 再见 我打了一上午 打了电话 连一趟家人都没人来 都不愿意来 最后她一个姐姐来了 刘春美的表姐 王艳丽 终于从昆山 赶到了医院 最后亲哥哥 只后我没来过管理 知道吧 都不让你来 让我来管理 我四个坚持要来 知道吧 我 你后 你好 你后 四个要坚强点 肚立点 不要被我看不起你 知道吧 我先为是现实吧 不管老瓜子 哪个 最亲哥你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要靠四个 要不然摸得拉过来 看得起你 把你当作是一条生理 知道吧 不要骂她的 不要骂她的 等会我们一次给你 选定去啊 来过来来 你是她什么人啊 表姐 家人呢 家人 没人管她的 她以前说 她说她有精神分裂症呢 她自己说的 她的命运比较苦吧 我们同样是长大的 她呢 就是 工地 就是去打工的 然后打工以后 那时候 08年 是10几年传销 她父母也进入传销 把她的命带进去 然后那时候 就是精神分裂症 修生养生 修了三年 好了 你知道吧 然后家里的人流言蜚语 说她有什么什么关系 可能说 说了一些很严重的话 又刺激到达了 跑了很多地方了 从我知道一开始 已经现在 目前为止 第二次 刺激已经有三个月了 她跑到广东啊 都是跑有亲戚的地方去 找亲戒 她也跑到杭州 现在杭州 所有的人不管她 就是我和她 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们都说 叫我不要管她了 那都想想 你刚从昆山过来的吗 对 我还在上班嘛 我说 没人管她 怎么办呢 对不对 对 我说没力气 嗯 我也痛 我也想吐 嗯 我腿麻了 嗯 我腿麻了 放松放松 不要去想这么多东西 就像你哭的次数太多 然后过度喘气 你整个手麻 脚麻 脸也会发麻的 嗯 然后到外面 稍微那个 冲工的地方 嗯 冲工的地方 喝多气 那我现在没劲 那我现在没劲 要先谈会 出来晚上睡觉好不好 我以为了三天晚上没睡觉了 那你这有劲才怪的 谢谢啊 不用谢 我为你们病人办事事应该 温家云 我妈妈她们都 她们说 她太远了 你妈妈她们在外地太远了 赶不来 你说吗 打电话她们都不能啊 就是我这个姐 一直打电话管我 她们都不管我 你不要 你不要是你妈妈去 你妈妈她们太远了 没办法 因为你姐们不是近一点吗 她们 你父母也是很关心你的 也是 是吧 你说她女儿嘛 是她亲生的 不会不会不管你的 好吧 你记得多大了 90年 90年了 嗯 那26了 24 25 25了 结婚了吗 没有谈谈朋友 没有谈谈朋友了 嗯 那你咋了 你的前途无量 思想不要悲观 哎 思想方式小开一点 嗯 你好好在 听他们的话 他们会管你的 对吧 好好的啊 嗯 思想方开点啊 我有时候呢 也说些开心的话 都病人开心 就是目的就是为了 让医生呢 有好心情 好环境下来 除了其他病人 我的目的就是这个 老� 啊 我有时候干嘛 叫做事啊 你穿上海儿 还是干嘛呢 我擦点 直接心有小在 弟子心跳呢 你懂吗 你再去逼吗 这些钱你晓得明天好弄啊 晓得你别醒我呢 你记得你日后啊 你等我家等你去的伤害 让你卡比我醒 华凤伟强力招求手术机长 断层九节手术难度非常大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手术能否成功 急诊室故事人在异乡继续为您讲述 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来自异乡的打工者 为了生计而劳作在充满了危险的机器间 而正是这些机器往往会给他们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只被机器绞成碎片的手 属于河南女工华凤伟 老板和工友们把她送进急诊室 从断手到现在她都异常平静 平静到让人不相信 她刚刚失去了一只手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以为一个整的手 我刚查了一下装了四段 自己拿一只手 我们本以为脚断的肢体是个完整的一个手 一只手臂一只腕 但是拿来之后是变成大体分成四段的一个手 而且到骨头都有睡了 我们第一眼看的时候 医生之间都说摇摇头 都说应该是保护肤 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刚才咱们医生三个医生都一看过来 我之前来了 我以为你是断掉之后 这个手是完整的 那样会已经接上 而且接受力比较高 但是你今天是接到什么情况 你看我拿这个手给你比较一下 从这块断了一下 从这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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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四段 就不会接 接不好的 接不好的 我来的路上我就会担心 因为他关风机压的 关风机脚的 他有亲属在这吗 他亲属在这吗 他亲属在这 他老婆在上班 他公电话不接 我老婆跟我不在一个厂 我在厂里面 手机我都放到那个柜里面 吃饭的时候 我一看我的手机 有14个未接电话 我一下子都慌了 爸电话 我一问 说你老婆 吃吃工伤了 今天对他来说 最好的选择 医生见你 现在手没了 但你接到之后 对他来说 按个假执 对以后的功能和外观 相当好一些 勉强接这些手 可能就是又感染 又坏死 然后你之后 对你身上其他 也是个水伤 我这一点点都接不上了 你这个全部烂完了 你全部烂完了 我知道 一只平静的华丰尾突然陷入崩溃状态 他似乎才刚刚意识到 在这里 有着顶级医术的医生 并不一定能帮他接回这只断手 当时给我吓了一跳 患者无症状地给我挥下 到医院了 医生总会有办法 他的这种心情 因为他真的很理解 因为患者心里是小的 只要有百万之一代希望 他都要回尝试一下 这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复杂病例 让郑兆宽医生也束手无策 一只手被绞成碎片的华丰尾 不顾一切地恳求医生 为他接回断手 面对如此复杂的病例 郑兆宽医生决定向骨科主治医生 陈华求助 对经验丰富的陈华医生来说 这同样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手术 即便成功 也会有无数的后续问题 但华丰尾强烈的手术愿望 让他决定拼上所有的医学经验 为他试一试 还有相当大的失败率 他相处在什么地方 他相处在寄診坛里面 那我们去看一看 他这情况 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 这手呢 它是就这个手是这样的 这是手腕部 这手掌 这个是手指头 常规这种东西是从来不接的 因为他这地方全部烂掉了 也没有好接的东西 从手腕部 一直到手指 断成九节 手术难度非常大 他这个人年纪比较轻 而且劳动力 也这手的功能很重要 对他来说 但是我现在从这 他前面两个地方 找一个就比较好的 相对比较完整的手指头 试着给他再接一接 能够接到这个 就缠断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 差点保 就是最大程度的 他挽救了他手的功能 也有可能说算了 医生进去找 所以找不到所有的小的血管 毛血管 他找不到血管也有可能 找到血管的话 你没有办法 手就接不活了 从舌腕部到指端 血管要经过多个吻合口 循环到末端 可能会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我们做了最大努力的尝试 现在到什么时候能不能动 手足现在马上背着血管 就可以做了 好 先过去吧 我老婆当时在书役 那个手用纱布裹着 看到我都哭了 哭了当时我想着 肯定他要说疼了 他没有说疼 他都说那是 这个手飞了以后 我们不能干活了 问他疼了 他都说不疼 我想着怎么会不疼呢 手都掉了 肯定疼 华凤伟的冷静 崩溃 和没有被摄像机捕捉到的痛哭 都只有一个原因 他想保住这只手 否则就不可能再干活养家了 你先打点麻醉 你别动 好 稍微坚持 为了华凤伟要保住手 这个朴素愿望 医生们付出的 将是一次耗尽体力和精神的 漫长手术 手指的神经和血管是非常细的 跟头发是一样 如果要吻合一个断面 最起码要吻合一个动脉 两个静脉 再加一个神经 所以说 估计整个手术时间 最起码要十几个小时以上 手术开始了 陈华医生来自苏州 郑兆宽医生来自东北 华凤伟来自河南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里 同为异乡人的他们 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那就是给这只手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他们能抓住吗 贵州人王波 带着摔断的手指来到医院 从短小花瓶干 他最终是花费金钱和时间修复 还是放弃这一节手指 急诊室故事 人在异乡 继续为您讲述 在上海做小生意的贵州人王波 带着自己的一小节中指来到六院 王波从楼梯上摔下来 居然摔断了手指 他为了这节断指 车烫了很久 来到医院时发现 断指还落在家里 打车跑回去拿 下车时又忘在出租车上 好容易才找回来 终于把指头拿到医生面前 王波满心希望 医生能帮他把手指接回去 你这个没办法接的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蛮靠近远端的 你看这边我们接药接血管的 这地方是没有血管 接到这地方就没有血管了 我们一个手功能的50% 是在我们拇指 而其余四个手指 达另外的50% 那么具体上每一节的话 那么只是占手的功能的3%到5% 所以我们面对每一个患者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受伤的情况 终于考虑的时间长 经济强办 以及功能预期 还提出一个对内患者 更适合的一个治疗方案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呢 就是把骨头摇短一点 你现在不是骨头落在外面的吗 把骨头摇短一点 就要少一节 你现在更加手应该三节 你估计可能增下两节 一开始嘛 肯定就是说 这个手指 你看本来就是十个手指 少一个 不是说好不好看的 就是说 这是梁台里面带来的吧 对吧 但是当时有这样的想法 我短矫 我肯定不干 那还有觉得 你现在手指上半几 就两节半嘛 对不对 还有办法就能 取一半挖块肉 然后转到这边 干起来 你考虑一下 好不好 先给你拍片子 医生告诉王波 如果再指手指 费用在三万左右 而如果只是把手指截短 只需要三千元 如此奔波拿回来的指头 还是保不住 王波非常纠结 在X光门口等待拍片结果的王波 无奈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心情很糟糕 他知道 这大概是他和这段手指相处的最后时光 王波再次转身 拿回落在椅子上的手指 他实在是舍不得这节 陪伴了自己四十三年的一部分 想好 怎么说 就是 我要身上露脸皮啊什么的 就是包还比较复杂 他把这骨头挤一下 本来骑着你 要搞到这个地方 对啊 这个还要简单一点 这个当然简单 孤独摇一摇一摇 然后直接包起来就可以了 做完手术 掉一摇水就可以回去了 针对王波这个病例 一个是保留手指的长度 那么患者可能要承受较大的经济负担 以康复时间会比较长 另外一个是 缩短手指的长度 让患者能够尽快的康复 开始新的生活 哇 这个妈呀 可以啊 就这样 就这样办嘛 行吗 嗯 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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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注意什么的 本来我在那里 也没时间 也没时间 对 当时我说我没这个时间 我说差不多算下来 二十几天的验 比例就是说我们现在 四十多岁的人啊 负担也 也有点人间沉 家里面是吧 有老有小 在外面就是这个房租啊 什么水电贵啊 也要付钱的 快过年了 我们也要 就是说挣点钱 也要回家过年 我想想啊呀 就是说少嘛 就少一节吧 我就 跟医生说 我大哥就说 那就这样嘛 有几点啊 说说几短一点 这样也不要太短了 刚刚的话这个 结果还关键在于 我们把骨头包起来 因为医生不会多 捡一块骨头的 就签一字 同意 所以意义怎么写 你洗这个纸 拿来操一遍 你洗这里行 我洗一下 王波放弃了修复手术 为的是可以早点干活 而另一边 华丰伟的手术 已经倾行了五个小时了 他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保住手 也是为了可以干活 人在异乡 生计就是他们人生的 全部中心 家在广东的肖瑞 是上席舞蹈学院的学生 他在完成一个 非常简单的舞蹈动作时 扭伤了 为他诊断的是 来自新疆的医生 土耳洪江 肖瑞的同学张铃 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先看看什么回事 你先别给我叫做我要怎么处理 待会我会跟你讲怎么处理 我们再商量 你们以前被养好 你们真的在用生命在跳舞啊 你先别急 来了 你的坐驾来了 肖瑞来 是两个脚吗 一只脚啊 慢着点 好了 谢谢医生 我看说谢谢老师 肖瑞和他的同学张银 一起看了X光片 他们都觉得是小事 一直笑闹不顿 非常轻松 因为他们觉得肖瑞的伤 肯定马上就复原 他很快就可以继续跳舞 有一点点重 先去 先去 要不我给你推过去吧 哎 等着你们半天了 不好意思 两个脚都一 那么肖瑞的X光报告的结果 到底如何呢 没事吧 左边好的 右边有问题 右边走了 折了 什么 你在吓我吗 真骨折 下两个人呢 骨折的 肖瑞忍不住失声痛 别骨折呀 你先别激动 听我说 断了 外环你看一眼 你这边的骨头啊 是骨折了 然后呢 我们建议是开刀 你先别哭啊 你哭有用吗 别哭别哭别哭 你先听好好听 好好听 没事没事 没事 一般情况下 一些小的骨折呢 没有明显一味的骨折 在X片上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呢 它的骨折在X片上 已经很明显了 同时 我通过我的了解 我发现 它是一个人来上大学的 我从前也是 一个人从新疆跑到上海上学 一个人在这里 父母又不在身边 其实蛮辛苦的 他又是一个学舞蹈的 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告诉他一个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所以我认为手术治疗 应该是最有效的 没事没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骨折那边算比较轻的吧 就是小骨折呗 就是那个 能不能咬回来啊 长也能长 但是呢 会 激情愈合 得做少要短时间 今天半入院 然后两天后开刀 六周之前脚不能踩地 六周以后脚就可以踩地 也就是差不多 哈姆拉当需要两个月 你这脚就差不多恢复了 然后一年以后 再把钢板给你取出来 钢板 心细也断了 然后呢 它绑了 所以长不过 他又没有必要做手术 其实当时我有听到 他们说有一个同学啊 有发生骨折 是保守治疗 完全恢复了 嗯 但是我在想 每个人骨折的地方不一样 部位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类型不一样 我们所选择的治疗方式 也不一样的 它是因为累积到的关节面 所以我认为 手术治疗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嗯 但是我又不愿意去 一味地去推销手术方式 因为作为一名医生 我觉得这是对我职业的一种侮辱 所以 呃 我只能把最好的 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告诉他们而已 说是骨折啊 说是就是那个 你家长呢 家长不在这儿 家是在广州 你们几个小姑娘能坐都要住吗 坐不了住吧 坐 当然 要干嘛 要骨折 要住院 要开刀 不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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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生命垂危 你知道吧 我现在是不同的 急诊室 把两个异乡人的命运 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不听你讲 你现在得听我讲 在危急的生命面前 对对的双方 相互选择了谅解 一个事情 我们要理解 急诊室故事 请向我来理解你 下周同一时间 为你播出 面对肖瑞 如此严重的受伤警察 同学们立即打电话 给班主任 就是徐莹就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就给我 报告了这样一个 不好的消息 说肖瑞脚腕子骨折了 医生想 就是建议让肖瑞 去做手术 就是骨头里面 打那个钢板进去 那么我就 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去了 肖瑞和同学 完全陷入了六神无主的境地 老师要过来 说李老师必须要过来 不敢跟我骂死 只能等待老师来 再做定夺 土耳红江正是因为 深深的担心 这个人在异乡的姑娘 再也无法跳舞 所以她才一直坚持着手术方案 老师终于到了 土耳红江不得不再解释 一片病情 土耳红江的剑 同学和老师的说法 还有远在他乡的家长的鞭肠墨迹 不让孤身来上海求学的肖瑞 它有一个关节面 彻底盲然失措 也就是说它这一块 骨折掉了 然后它会有一位 这里就有一个坑洼 这里有个坑洼的话 即使骨折愈合了 这里有个坑洼的话 以后可能会产生 闯上性的关节炎 就是如果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 骨头以后长成什么样 就看他自己以后 就是有没有一位的情况 造成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可能 他的以后脚的功能 受一定受影响 可能会有进行一会儿 现在有一位吗 有一位 从我们自己的专业角度 我们是建议他开刀的 我就说这么多 然后你们自己考虑 然后呢 建议是给告知他的家长 然后做一个决定 可能对医生的一种不信任吧 我们是觉得 到底是最好的治疗 对学生来说是怎样的 是给他上石膏 让他静养 让他自己慢慢修复 还是说最好的治疗方案 就是里面必须要动手术 要装钢板 然后我们就给肖瑞的父母打电话 说到底要怎么办 喂 你女儿呢 是右脚又外怀骨折 我当时给他们解释了三遍 为什么要去做手术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治疗方式 给他还有他的老师 甚至通过电话 给他父亲解释了一遍 其实当时我已经下班了 我留到最后 就是希望他们能做出一个 对他未来 对他以后未来职业来说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其他呢 你们再讨论讨论吧 肖瑞最后的决定 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在 我在电话里跟肖瑞的父母 就是达成了共识 我们先给他上石膏 保守治疗 因为现在孩子还年轻 就是他自己的修复能力 可能会比较强 那么先有一个月 让他恢复看看 看骨头自己能不能长好 如果到时候再长不好 那再进行强制性的手术 也不迟 在异乡求学的肖瑞 最终在老师和父母的商议下 选择了保守治疗 而图尔红疆心里的疙瘩 却很难消除 当时我真的希望 他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的保守治疗 他作为一个舞者 这对他的事业 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最直接的可能就是 骨折可能又畸形愈合 还有关节长时间的去固定的话 可能会引起僵硬 脚的功能恢复 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身处异乡时 很多选择是无奈的 图尔红疆 为没有帮到肖瑞 而深感遗憾 而此时 陈华为了帮助华凤蕾 已经整整坚持了15个小时了 小时候看你 竟然看到 上海是第六个人民医院的 段子在此的纪录片 现在想起来 我也在从事方面的工作 觉得挺有意思的 做这样一台马拉松手术 对医生的体力是极大的考验 就算身体吃得消 一直盯着显微镜的眼睛 会不由自主地流眼泪 而他们要做的 就是擦掉汗和眼泪 继续手术 华凤蕾的手术终于结束了 这次漫长的手术的时间 最终定格在17个小时 最后我们这个手术 做了十几个小时 但像这种多段在职的手术 存活力往往不是很高 但是我想 这种这么多段 哪怕我走到两段 能够把它接活的话 它将来能够拿筷子 挤个扭扣 对它来说生活也是很大的帮助 一句谢谢 病人能给的 医生需要的 其实也正是这两个字 现在两个多月的观察期过去了 它保住了手腕和两根手指 可以进行基本的劳动 这华医生 和症状华医生 他们为我做的手术 是太不容易了 在做手术当中 我们十七个教授 我一直在前中大陆 他们在某某的讲话 我都听得到 我特别感谢 柳文医院的医生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百位非上海籍医生 为两千多万上海城住居民服务 而每年他们诊疗的一厢病患 更是不计其数 倘若心有芥蒂 无法融入 一厢的冬天 会让人觉得特别冷 一厢的夜晚 无论有多少盏灯光在闪耀 也会让人觉得特别黑 但若敞开胸怀 为所在的这块土地奋斗 一厢也会变成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